英国的疫情一直发展 由一千人都不到 一直五万都来了 五万 英国有五万 等于香港每天五千左右 轮到香港要面对一个情况 欧美国家全部不理3、7、21开放 又被人来往 又做生意 又搞活动 如果跟随的话 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不能清零 那如果你说你跟西方开放 中国大陆又不让你上 两边 选事弹边都会有选择 那唯一就是 欢迎大家回到雷克斯对话 继续是施老板的 和韦韦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是提早录影的 但是我们 过几星期之前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 市况一般的 原因就是 其实大家有点担心会不会有第三波 英国就全面解封了 虽然它就这样的数字这么高 但是全面解封又开派对 但是股市就是因为这样 看到那个是不是有第三波有点担心 就是至少市场这样解释 有点回落 究竟你怎么看 英国其实 约翰逊在疫情初期已经说 和那些专家商量过 可能会用群体免疫 群体感染 多一些年轻人感染了之后 那些病毒就没有那么容易传播 因为一传播出来就遇到一个有抗体的人 只要七成人就可以集体免疫 最后发觉不对路 如果这样就死得人多 那些英国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失际 情绪就会激动 对政府的支持会降低 所以唯有放弃这个方式 但是它还是想走群体免疫的路 它不认为坚持社交距离 追踪感染者 将他们隔离 它不想做这一份 这一份是很烦的 英国人喜欢Laser Fair 就是Laser Fair 那所以就 它一直都不是很想这样做的 一个政府可以方便一些 另外就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 就是不理会它 总之死得人不算很多就算了 那些人自己康复就当它普通流感 那现在就不需要让人直接接触病毒 受感染病源才有抗体 因为现在有疫苗 英国是打疫苗打得最快的国家 那变成它打完疫苗 那就即使打完疫苗都会受感染 但是打完疫苗变重症 死人的机会少了 当你相逢感染病毒 那可以提前 不需要社交距离 那些禁忌 全部人可以撤销 让那些人可以去看球 去酒吧 去饮饭吃吃 搞什么活动 它都不管了 它说口罩就建议你戴的 不过现在就不是用法律去逼你戴 你自己选择 那它就说 我们自由社会给人民自己选择 现在走这套 它早就定了19日做 但是实际上之前那些日子 说英国的疫情 一直发展 由1000人都不到 一直变2000 3000 3000 4000 1万 2万 3万 4万 5万 5万 英国有5万 等于香港每天5000 差不多 那所以很严重 那这种情况下 它都为了经济 早日恢复 不顾一切去开放 那我自己看 未来 美国也是会采取这种方式 或者一些发达国家 有疫苗打的 他们都认为打了七成疫苗 政府的责任就完成了 之后你们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这件事情行不行呢 有待尝试 但是初步似乎很多国家都想这样做 那现在的风险就是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就是大件事了 这样做了之后 不是说五万 哇 变成了十万 死人又增加 民间恐惧 到连上班都不敢回 你让他去酒吧 饮酒 发觉左又死又又死 死得多 酒都不敢去饮 那就真的是大件事 政府变成非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法 去对付 那经济受的破坏就会很大 那现在 市场上是有人单身走这条路之后 少的 就太多人感染了 因为总症也都增加 令到医院的负荷不了 那就变成人道大灾难了 很多其他病的人 现在已经是看少了很多的了 没有机会看的了 那如果真的怕你上来 很多人正常活动 你政府给他去 他都不敢去 那经济就会受拖累 那就变成了这个叫疫情 不是第三波 是真的第二波疫情 就是另一个状态下 其实发觉你让他这样松发 说变种又变得快 那个疫苗的效率就会没那么好 这样就全球经济就进入另一次衰退 那这个是很大件事的 如果这样东西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 越来越多发达国家 有疫苗的国家都这么做 那就轮到香港要面对一个情况了 那譬如欧美国家全部 不管三七二十一开放 又被人来往 又做生意 又搞活动 但是他们的病情 疫情还是互相感染 还有很多人受影响 那么香港跟不跟呢 香港跟不跟 那你就经济发展没有别人这么快 别人又可以来 你那里开会去那里签约 去那里增生意 香港不能去 别人是让你去的 你去完回来要隔离 少得14天 多得21天 那就没有人去的 那就变成香港物质子 所以香港都面对一个究竟跟不跟 如果跟的话 之前的努力就白费的了 不能清零的了 现在连新加坡都放弃清零的了 但是如果你跟就中国肯不肯给你这样呢 香港在中国的南大门 虽然现在就来往不多 但是都还有一定的往来 你起码有一些货物 就是现在进出口还是很兴旺 香港也都要买中国的副食品 一些基本生活所需的 那如果你说你跟西方开放 中国大陆又不让你上 连现有的都隔绝了 那香港又是大件事的 所以接下来很容易出现一个分叉路 香港要选择出现困难 两边选择一边都会有选择 那唯一就是欧美试过午店 又回回头 都是走香港那一套好些 香港那一套就是 一有人发现感染 立刻就隔离 跟他有接触过的 亲密接触的要隔离 有机会接触的 都要检测 那去追踪那个病毒 直到他被消灭为止 要全球消灭 他没有机会找到宿主 自己死鬼了 如果是这样 就香港之前的努力 都叫做没有白费 如果不是现在可能别人 只是打疫苗算了 不搞那么多了 那如果真的走那样做法 香港未打疫苗的人 真的要快快快去打 如果不打 外边一开放 香港又说跟他开放 那你就中硬招了 那你究竟想打疫苗 那个小风险地产生抗体 还是真的感染病毒 面对重症死亡的风险 去获得抗体 当然是打疫苗的风险少一点 嗯 但是其实就是香港的政策 开不开 我觉得中央都有说的 就是有决定权的 就是如果你开的话 你真的完全断绝 跟大陆的来往 因为中央 香港和大陆 我就说这件事是很难决定 可能中央就不让你走 就是欧美国家那条路 但是别人全开了 别人就 你发烧 咳一下 病一下 你当小事 那他生意照做 活动照搞 那我们就没得搞 那现在呢 我们的疫情 没有别人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在经济上 算做得好的 那将来别人 要生意 不管你病 你咳 你发烧 你就回去休息一下 他生意照做 那你就做少一点 香港和大陆的经济联系 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就是香港和大陆 通不通 是不是比跟欧美 通不通呢 一个呢 就 当然香港和大陆的联系 是很重要的 但是香港和大陆联系了 目的也是 拿和大陆联系的优点 去和西方连接的嘛 我们做中间人的嘛 只是黏一边就没有作用的嘛 那所以我们一定是 要和西方都要连接的 不和西方连接 中国都不要理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硬的局面 明白 OK 多谢摄老板 OK